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建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学生李广如 然后给我们讲太阳能电池 欢迎你们 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还有下雨的天气过来跟我们来讲 我今天这个题目是非速发展的新材料太阳能电池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广如 然后我现在在建桥大学的物理系 然后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做这种各种的发光材料以及光吸收材料 并且把这些材料做成太阳能电池 然后在我做博士期间我所从事过 就是高聚物太阳电池 还有量子点太阳电池 还有现在做的这个 就是盖太光太阳电池 都有在这方面做过研究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提纲 是首先对太阳电池进行下概述 太阳电池 其实可以看到它最近几年的需求是在逐年增长得非常快 然后它的这个成本 从1990年大概六个美元 每瓦的这么一个成本 现在已经降到了大概小于小一个美元的每瓦 然后比较一下它的成本 跟其他能源的成本相比 这个燃煤的成本大概是在0.04欧元每七码时 这个是从德国拿的一个数据 然后风力的能源 在由于你设置风力 路上风力的时候 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 它的成本会不一样 那它最低成本的情况下大概跟燃煤持平 然后现在太阳能的这个最低的成本 大概就是两倍于这个燃煤的成本的这个程度 当然当然如果这个政府它有一些政策上的补助的话 它来弥补这个差异的话 那么这个太阳能电池在 比如说现在在德国它的补助会相对高一些 那么它的这个购买它的需求相对会比较高的 它的电池现在主要的生产的方式 主要是采用这种晶体硅生产生产 那总成不调晶体硅 晶体硅就是说它会有非常非常规则的这个晶体结构 那么生产这种单晶硅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为了提高这个晶体硅它的它的这个性能的话 它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晶体内的这个各种缺陷降低到最低 而且这个硅呢它有自身的一些光学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间接代息半导体 所以说它光吸收的能力不强 这就意味着在生产晶体硅的过程中 你需要更多的材料来生产这个硅 那么它的成本也会相对的更高 然后现在世界上最产能最高的这个国家是中国 然后第二位的是日本 然后美国其次 然后中国的这个硅电池的这个生产的这些企业家呢 大多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叫Martin Green的这个 他的学生是因为1990年的时候 Martin Green收了几个学生 其中就有这个施政隆这个人 他当年在Martin Green那组 读的博士和博士后 之后呢回国到无锡的那个政府合作 然后几然后开始开企业 他的企业叫Centac 对 然后 然后他在几年之后就成为了世人 成为当时的世界首互 当然后来晶体硅经历了一些产能过剩 以及这个各种评点之后 他的公司目前是已经申请了破产了 不过他他他现在还在这公司还在进行太阳微博生产 只不过他被专手到其他公司了 然后赵建华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这个CEO他 他也是和CTO他也是这个的学生 另外还有一排名字 他们都是来自于西南威尔士大学的这个Martin Green的他的学生 看一下这个太阳电池对电能贡献的前景 这是Nature前段时间发表的一个news 然后他认为太阳能电池在2020年 现在是2015年可能他的贡献小于1% 那么到2050年太阳能电池的贡献要达到11%到16% 如果把太阳能热能的贡献再加上去的话 我们整个在能源的贡献上他要达到一个27%的水平 实际上这个水平在一些国家中已经达到了 我们先看后面这个 这是描述的一个德国电能的generation和它这个时间的关系 它的电能的在高峰期的时候 在在6月9号在去年的6月9号的时候 它的高峰期的时候 它的这个总的电能太阳能的电能贡献了50.6% 就是说可见如果这个50.6%的这个数字 完全是可以在一个国家内达到的 它可以达到既然能在德国中实现 那么在中国也是可能的 在英国也是可能的 然后他们有一个网站去专门去记录在每一天 它在每一个时刻它的太阳能的产能 然后目前这个太阳能应用 主要分可以分成这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比较偏远地区的这种集中的太阳能电站 这个是一个在欧洲的一个项目 欧洲它在北非建立了大量的太阳能电站 并且通过这个电站生产的电输送给欧洲 给欧洲供电 然后这个是一个离网的一个太阳能电站 这个通常是这个经常使用的地方 比如说在一些非洲 非洲一些没有连电网的地方 他们会交受这种太阳能电池板 然后提供一个局域的这么一个电力的供应 然后还有我们很常见的这种放在房顶的一些供电 然后另外的一种应用是 把它做一个电鞋子的设备 比如说像这个书包上 给固定一块这个Flexible 就是可以折叠的这个太阳能电池值 然后还有像这种可以随身带的充电器 我们往后面看 然后我们看数字 这些数字是现在所有的这种太阳能电池 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种 然后这些太阳能电池是比较传统的太阳能电池 可以看到有这个多节的 这就是特别成本成本特别高的 可以看到这种成本很高的 它都在大概在这个地方很高的这个区域 然后加深 加深在哪里 加深在这个 然后硅 好我们经常生产的是这种硅太阳能电池 硅太阳能电池它的这个效率的位置大概在25%左右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可以明显看出来最近几年有一些很异军突起的这么一个队伍 其中一个队伍就是这个 这个它在09年的位置是大概是3.4左右 然后经过几年的发展 近几年提高了20% 这个是非常astronishing的一个领域 然后我们一会再讲 然后相对于硅基太阳电池 我们为什么要用新材料做太阳电池 大家知道硅基太阳电池是什么组成的 硅基太阳电池它下面是很厚的P型硅 上面是很厚的N型硅 然后形成一个PN结之后呢 然后光照射到这个PN结的PN结里呢 它会形成一个电子空穴队 然后由于PN结自身的特征 在这个PN结内有一定的自建电场 自建电场 一个电子的空穴队 它在自建电场的条件下它会分离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P型会向 P型会向上面走 然后N型会向下面走 那么就分别在两个电器机收集之后呢 就形成了外在的电流 那么对于硅基的这个太阳能电池的缺点 首先它吸收吸收很低 你需要很多的材料去做硅基太阳电池 然后其次呢 它的生产工艺很复杂 你需要一个生产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炉子去烧这个硅的材料 因为你的P型和N型实际上是Doping 什么叫Doping呢 就是你需要用另外一种半导体材料 然后Dop到 然后掺达到这个 这个圆形的半导体材料 使它形成一种材料是P型 一种材料是N型 那么这种生产工艺需要1000摄数度高温 就意味着你 你需要维护这个炉子需要的生产成本也比较高 然后你的生产流程 对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 那么所以我们就要需要新型的太阳能电池 那么分一下类 它也新型的太阳电池有几种 然后一种是叫导电塑料太阳电池 呃 我 大家都知道塑料是吧 就plastic 就是塑料 比如说 比如说就这种就是塑料 对 然后 这这这这这也是塑料 然后 其实polymer 所谓这个塑料其实是一种高巨物了 像这个 像这个桌子这种东西 其实它也是一种高巨物 它是纤维素组成的 所以 所以这个塑料的范围 高巨物的范围是很广 那么 有一种高巨物呢 是 它有单件和双件 有单件和双件相间 连接的这种高巨物呢 它有一个特性 它可以导电 所以这种叫塑料太阳的电池 然后第二种是量子点太阳电池 然后 大家看这个各种颜色不同的这种 这种农业 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农业 它其实是同一种物质 啊 比如说 西化格 或者 替化格 同一种物质 但是通过改变这个 通过改变这个 通过改变这个 它的晶体这个大小 它是一个量 当小于大概几个纳米之后呢 通过调整它这个晶体的大小 就可以变它的颜色 这个是量子点太阳电池 前面这两种太阳电池 一个达到了12%的效率 然后另外一个达到了9%的效率 这是目前的世界纪录 这两种材料跟我们前面讲的 规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高吸收细数 这种导电塑料的话 只需要50个大米 就可以达到 硅2000个纳米的这种吸收的能力 然后量子点太阳电池 它也有比较高的吸收细数 一般来讲 就是气垫的效率比较高的气垫 大概在50个纳米到200个纳米之间 这样也比硅的2000个微米的这个要小很多 另外一个优点 它是溶液法生产 硅的材料它实际上是一种化学方法生产上去的 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炉子 然后这个炉子里面会通A气体 B气体 C气体 然后把你的衬底放到下面 然后A气体 B气体 C气体在衬底表面 会有一个reaction 它会在你的一个基底表面 会一点点的涨上去一个晶体 但这种方法它是溶液法生产的 就是说你看这些是 就是这些溶液 这种溶液 然后工业上 我们在实验室里是用Spin Coating的方法 就是把它放到 滴滴到你的基底上 然后那个基底转 你转之后呢 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薄膜 这层薄膜干了以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你的气垫里的这种薄膜 工业装生产方法是用一种 类似于喷墨打印机的方法 去在那个气垫表面喷上一层很薄的膜 这种方法非常非常的节约材料 然后成本也非常低 特别是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在空气中进行的 就可以像印刷报纸或者印刷一个什么其他材料一样 这样子非常非常快 而且非常非常的低成本的生产 然后就因为这一点 所以它生产的价格就很便宜 另外一点 这些材料的材料价格其实也相对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后面会看 我们第三类太阳电池 其实比前两天电池有一些更多的优点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第三类太阳电池 前两天我们做一比较 然后重点要讲这个第三类太阳电池 叫钙态光太阳电池 然后什么是钙态光太阳电池 钙态光太阳电池最早是指一种矿石 这就真的就是钙态矿 然后现在是把这种钙态矿更广地突破到 有跟钙态矿有相同的晶体结构的这种碳电池 所以相对的晶体结构就是说 它的原子的排列是跟这个钙态矿的排列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的A原子B原子和C原子 它的这个原子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叫做它们有相同的晶体结构的 但是是不同的材料 然后这种这种结构这种材料 这种矿石是1939年被一个矿石家发现的 然后并且之后被以另外一个矿鞋家 叫Perasky这个人的命名为这种材料 就叫Perasky材料 然后这种材料成本非常低 前面讲我们有这种高巨物的材料 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Sigma Outreach 是我们这张买化学小品的一家公司 它是417磅每克 然后这三种材料是我们合成这个 这个盖太矿材料的一个原材料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2磅每克 1.2磅可能0.5磅 这个要便宜好多 然后大概1%的成本 然后正因为它的这些特殊的 这个效应 然后从2012年的2014年 实现了一个锦喷式增长 这是第一篇发表的Science paper 是2012年发表的Science paper 然后它的效率是10.9 然后之后就一系列的文章 这篇是15% 然后后面到这篇就增长了19% 然后之后就各种 关于它的engineering的方式的文章 就不断的发表在 high impact factor的这个paper里面 当目前为止这个效率已经达到20% 可能大家不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感觉 20%就是相当于这个 比如说电脑的成本降到了 从一万块钱降到了一千块钱这种感觉 不是 可能性能是找到 你转却谁能不能在用 你的声音 准备 有人转出去 进来 这是你 你 是 这是你 你查说 你查看 ha 我们接着讲 然后后面我会讲一些技术细节 大家对技术细节感兴趣吗 对 我会讲一些技术细节 然后 然后这个是有机 这是讲的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 然后我们会简单讲一下 太阳电池工作原理是 首先要有一个P型 有个P型电极 有个N型电极 然后在有机太阳电池里面 你会有一个P型材料 会有一个N型的材料 然后P型材料是导空穴的 N型材料是导电子 然后它的整个过程是 光进入你的器件以后呢 你先形成一个叫机子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机子结构在界面中分离 然后呢通过内建的一些电厂 然后正电子被阳极材料接收 空穴被阳极材料接收 然后电子被阴极材料接收 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是无机材料 无机材料的会略有一些不同 然后我们不重点讲 因为我们后面要讲 盖胎矿 这是第一块盖胎矿的太阳电池 是09年一个日本的发现的 然后它的方法是 这个叫染色米化太阳电池 就是可能有同学有听见过 然后它的方法是 首先做成一个Titanic Oxide 二氧化碳的一个多孔的结构 然后在这个多孔结构呢 它在上面去 多孔结构的纳米材料里面扣得很薄很薄的一层 这个叫盖胎矿的这个surface 然后在这个surface 然后呢 在这个surface 扣得一个盖胎矿的这个surface的 这个Titanic Oxide的多孔结构的基础上呢 再扣得一层那个液态的这个导电物质 然后 然后它的这个电穴的过程 就是说光先被这个Persky的这个材料吸收之后呢 然后空穴会向上走 电子向下走 然后 做成的这种结构 然后 但是他们发现Persky在液态电磁中不稳定 因为这个液态电磁会微容这个Persky 当时我听说这个故事是 Oxford的这个Henry Sniss 当时也在这个meeting上 然后去听了这个报告 然后当时他觉得特别惊奇的地方 因为这个Persky这种材料 正常我们的无机有机材料 我们会做XRD去测量它的晶体结构 但是有机材料测XRD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然后一般大家要去那个同步辐射 去欧洲的同步辐射去测XRD 但是这个Persky这种材料 它直接测XRD就可以测出 测出很强的信号来 然后这个Henry Sniss就觉得这种现象非常非常惊奇 然后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个组的人Henry到他的这个group里面做博士后 教他们做这个Persky材料 然后所以之后就产生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这是一二年发表的Science的文章 然后他的改进是一方面是改进了Coating的一些Process 然后使得他这个Persky材料更稳定 他把他的这个液态的这个电解质替换成另外一种物质 然后另外他把这个二氧化态替换成XRD 就是简单集中改变的就从原来的3.8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10.2的效率 10.9的效率 然后之后呢 Henry Sniss他们组有尝试了不同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用溶液法扣的上去的 然后之后他们用有机蒸发的方法 实现了改善了他们的这个薄膜的性质 使他们的薄膜变得更平 而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科研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这种结构中 你的这个Persky材料这种干态矿结构 主要是做一个吸收的作用 很薄很薄的吸收之后呢 电子和空穴主要是通过二氧化钛和这个 Sperial去一个导的正极一个导的负极 但是它的这种结构呢 它是用了一个很厚的这个Persky材结构 那么证明这个Persky材料里面生成一个电子空穴队之后 它是用Persky材料自身去导电子空穴队 它证明这种Persky材料它有很强很强的电子空穴队的传输能力 这个是非常Unexpected的 自从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呢 然后整个学界的研究的这个重点就从做一种这种很薄的Persky材的 基础这个原因上的然后人们开始尝试的不同的方法去怎么样把这个波穴做平 然后这个羊羊grouper在UCLA 然后它就通过优化一系列的参数 然后P就是它的这种electrode还有各种coding的办法 以及它的transport layer就是传出层的这个办法 把这个这种材料的这个效率去高了19.3% 然后目前这个19.3也不是记录的 已经破了已经进展到20连接了 然后这种材料还有其他一些很好的特性 比如说它有颜色调节特性 它的主要的构成一个是有机部分 这是A 然后这个是B 这个是C 它就像搭经纬一下 你可以换A 也可以换B 也可以换C 那么比较容易更换的是这个C 然后C你可以用点 用秀 还可以用绿 如果你把不同的这种C混合到一起的话 就可以变换它的颜色 比如说你可以做出黄色的薄膜 黑色的薄膜和橙色的薄膜 然后后面我讲一下产业化的挑战 目前产业化的挑战主要是一个气阶稳定性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种Perscat这种材料 它对于水敏感 对于那个氧气 氧气还可以主要是对于水很敏感 而且对于温度很敏感 所以要通过不同的解决方案 比如控制材料生长 然后材料表面对话提高封装工艺 或者替换材料组分提高热稳定性 然后去解决它的这个热稳定性和水的稳定性的过程 稳定性的问题 然后另外它材料有毒性 那么如果在产业中怎么解决 就一个是要回收利用 另外可能要把千元素替换中 像其他无毒的元素 然后总结一下 生产成本 材料成本 硅低电池比较高 然后盖太光电池提低 然后生产供应方面 盖太光电池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效率和硅低差不多 使用寿命呢 目前需要进一步改善 然后环境问题 目前最高效的盖太光电池是含铅的 但是以后也可以继续研究出 不含铅的盖太光电池 重量很轻 然后可折叠 然后色彩可以是多色的 然后谢谢大家 我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电池寿命那方面 也说大概一千个小时左右 那你觉得咱们还可以提 这个经过的空间多吗 据我了解他那一千个多小时 是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封装的 一千多个小时 而且在那个是 Michael Grisgold他们组发的 然后Pubbubbub的文章 然后他在一千个小时的时间 他的效率并没有明显的降低 所以说实际的寿命 可能大于一千个小时 我认为可能 实用的寿命应该 在一半个小时以上 我觉得上映画比较 就比较一个reasonable的一个寿命 一半个小时以上 还有签这个元素 虽然是有毒 但是如果你用的含量不高的话 你觉得这个安全性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我认为签的含量 在Pariskyde签的含量还是蛮高的 因为签是里面最重的元素 你说 我觉得环境问题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国家的政策 比如在英国的话 如果他对签的使用非常严格要求的话 我认为可能商业化会有问题 如果在一些其他国家认为 可以再牺牲一点点安全性问题的 可以提高它的经济效益化 可以忍受的话 我认为在那些国家 可以有更大的商业发展前途 韩千的太阳能电池 现在做的效率是百分之二十 有不韩千的完全绿色太阳电池 现在达到的一个记录是百分之六左右的记录 这个记录还不错吧 但是没有那么惊喜 我觉得挺奇怪 为什么加千了之后 它的效率能上升这么大 这有什么 这个也讲不清楚 因为不同元素的 首先太阳电池有几个性质 首先它的这个 有两个 一个它的吸收要好 吸收要很高 你在做一个太阳电池 太阳的光谱很 从大概 比如说可见光从三百六十五开始 二百八十开始 二百八十是一个阶纸波长 然后从二百八十到一个 大概一千多个纳米 这都是太阳能的可见范围 首先 你这个颜色 必须要在某一个 比如说你的吸收边要在 1.5 可能在七八百个纳米 是一个比较优化的吸收的这个 所以说你要不是千的材料的话 你换成其他材料 你的吸收满足不了这个七八百纳米 这个吸收的这个这个范围 另外一个是吸收 然后另外一个是电荷的传输 你的光吸收后 产生电子空穴之后 你的电荷传输能力有多强 这个这个也跟这个材料的性质 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关系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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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签为什么work 我们现在的研究也是一个 在这个领域中讨论的问题 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有机太阳能电池和这 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那个签上面 还是在还有什么区别 有机能有机太阳电池 有机太阳电池 有机太阳电池种对很多了 有polymer有那种高聚物太阳电池 有小分子太阳电池 高聚物太阳电池也有很多很多种类 它有成千上万种高聚物 然后有机小分子有成千上万种 然后这种钙态矿是在其中 大家做了很多年也有工一具突起的一种 它应该是一种混合材料 它是一种无机和有机混合材料 它的那个这种叫 等一下 还有它这个前曲体 这个前曲体是无机材料 它是用签和点组成的 然后这个Amin这个是完全是有机体 是一个甲基一个安基组成的 然后下面这个绣画签或者点发签 它又是一种无机材料 所以这种材料是一种混合材料 是介于有机和无机之间 然后它的性质也是跟有机无机都 它比较像有机因为它不稳定 然后它比较像无机 因为它的电荷传输能力非常强 所以这种材料是一种很特殊的材料 那这种材料现在在市场已经开始有人 计划去出售了吗 但是这种材料 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做了 比如说 Henri Stins 它有在Oxford有一个PV Oxford PV 它们已经开始 已经做了很多研究 而且它们现在拍了很多的专利 然后另外我还知道波兰有一个公司 就是它们在 那个女生是在Nature Photonics上发表了一篇paper之后呢 然后返回波兰去租了一个实验室去做一个公司 它们尝试 它们第一个项目是把这个Parasquite 就是涂到不同的这种塑料模模上去 然后去做不同的应用 那中国国内现在的材料主要是哪一种 是贵吗 产业生产还是贵 Parasquite应该说还没有进入市场那么快 但我觉得十年内或者五年内肯定就市场上已经开始热销了 我认为是这样子 现在发展非常快 我想问一下你说到那个Parasquite现在也能到20% 就是你们总觉得这个电池它最高可以提高多少 它的理论极限大约多少 嗯 所有它们电池的理论极限都在30%左右 所有的它们电池 然后你们觉得这个电池 就是算是可以提高的话 对我们就谈单节的 这个单节的那个Parasquite大约它的效率可以提高到多少 我们认为可能在20%至30%之间 这个范围太大了 就是有没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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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已经到20% 做算式就不知道有没有会做到什么 对 对 如果说极限是30%左右的话 肯定是20%到30% 如果everything 我想你们组 所有东西都完美的话大概在30%左右 就是你们组应该做了不少这些东西 你们组觉得大概可以提高到多少 我们组 我们组不做盖太光 不完全 我们组主要是做盖太光LED 碳量电池 我们去做理论 就是做一些基底方面研究 然后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认为实用化比较 比较 比较浅景的是把这种盖太光电池和硅电池结合起来 他们把盖太光电池 因为盖太光电池和硅做成一个叠层的结构 这样 可以提高它的 提高它的电压 对 这是 这是某一个可能可以比较快商业化的项目 关于效率 我认为20%已经 25%左右可能已经完完全全的够商业化的要求 目前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有毒性 另外一个是它的收入比较短 就是现在大家一个特别是在寻找替代材料 而不是在拼效率把效率提高的 就是说研究的重心 我认为现在不太拼效率 现在大家可能在研究稳定性方面 力气更大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